这世代的一对政治双心 一个是一往无前敢于突破的改革先锋 一个是毫不动脑维护旧治的一代大陆 王安石与司马牛本来是好朋友的两个人 为什么成为政治上的死对头 他们的政治交锋又是如何影响北宋历史进程的 敬请关注王安石第十九集 《谬相公与司马牛》 《谬相公与司马牛》 说起王安石与司马光 那可真是北宋时代绝无仅有的一对政治双心 司马光自军时山西夏天 出生于宋真宗天喜三年 即公元一零一九年 比王安石大两岁 司马光年轻时代即金榜提名 甲科尽是吉利之后视图一直十分顺利 然而当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大刀阔福推进改革变法时 司马光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当王安石一往无前的充当改革先锋的时候 司马光却开始打起了誓死守护宗法 守望儒家传统的大旗 本来是好朋友的这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 成为政治上的死对头 司马光因此离开开封 闲局洛阳十五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主持编转了史学巨著 资质同见 那么这其中的是非恩怨 到底该如何解读呢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互为正敌的这样两个人 竟然在个性品情上出乎意料的一致 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的注音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老师康震 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九集 牛相公与司马牛进行关注 今天这一集啊 讲的是牛相公王安石 和这个司马牛的故事 司马牛呢 是苏东坡啊 送给司马光的绰号 就这个人牛得很 将得很 至于是为什么 我们后边还会说到 关于司马光 两件事情印象最深 第一就是司马光砸钢 这个事啊 很多人都以为是编的民间故事 错了 这是在宋史里边 司马光的本传里边 正是记载的一件事情 当时洛阳和开封 有很多的画家 专门画了这个图 叫小儿鸡翁图 就跟我们现在说啊 小英雄雨来 打日本鬼子 画成小儿书 他街上卖 当时就把这司马光砸钢的故事 画成小儿书 在街上卖 砸钢 这第一件事 不但能砸钢 还能写书 我们知道司马光啊 以他领衔带了一个团队 经过了长达19年的撰写工作 终于转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编年体的通史巨著 自治通建 这名是宋神宗给起的 一共294卷 写了从周朝到五代时期 长达1326年的历史 300万字 一个人一辈子 小时候砸了一口钢 成人之后呢 写了一部剧著 这就是他留给我们 现在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两件事 司马光给我们的印象呢 根据前面所讲的 就是他这辈子主要的任务 就是跟王安石作对 只要是王安石赞成的 他就反对 只要是王安石反对的 他就赞成 跟我们感觉这两人就杠上了 要不怎么叫 一个是宋相公 一个是司马牛呢 其实啊 大家的印象是有误差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人啊 在性格上 在秉性上 在道德上 在做事上 有非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性格非常相近 第一啊 两人一模一样 不尽女色 不娶小老婆 这我们讲王安石说过 对不对 王安石这个 他老婆还挺热心的 给他张罗了一个 后来王安石 问清了情况之后 不禁把这个小妾给退回去了 而且还贴了一 倒贴了一笔钱 是不是 钱也给人退回去了吗 司马光也一样 司马光的夫人姓张 两个人结婚以后啊 一直没有孩子 不生育 后来司马光的孩子 司马康 还是他的同族的儿子 给他过继的 这理由很充分啊 还不是说是有了已经很多孩子 还要纳一小妾 对不对 甚至三妻四妾的 对不对 没孩子 没孩子 这张夫人啊 就跟他的姐姐张罗着 给这司马光买了一个小妾 很漂亮 买了个家里头 司马光连看都不看一眼 他老婆就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爱眼 是不是 作为正房 应该有宽广的胸怀 就给这小妾说啊 明明我出去办事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到书房里去 去给老爷上茶 小妾一听明白了 改天呢 这夫人出去了 小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来给老爷上茶 老爷不看他 目不斜视 正人君子 这小妾就是打扮得再漂亮亮 你也得找话说啊 实在是没话找话 拿起一本书来问他说 老爷 这本书是什么书啊 司马光说 上书 就是五经之一啊 上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 那意思说啊 我这儿就是上书 别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然后说 夫人今天不在家 你跑到房子来干什么 出去 出去了 传为美谈 当然我们不是说 司马光这人有什么毛病 是吧 道德上 绝对是很纯洁的一个人 这是不是跟王安石很像啊 太像了 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嘛 一个娘老子交出来的一样 不尽女色 第二 对升官的事不感兴趣 这个跟王安石也特别像 我们前面讲过王安石的事 是不是 皇上让他做同修起居住 就是负责记载皇上这个 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 不干 不干皇上派人追他 他躲到厕所里 从厕所里出来 然后把那个任命书呢 塞到人太监手里的人带回去 那就是让人家追得满院子跑的那种 死活不干 连着辞了五次 最终还辞掉了 在他躲在厕所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也被追得满院子乱跑 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跟他同时被任命了这个官职 司马光连上了五道辞城 当然了 司马光虽然很牛很匠 但也没有那位妞相公来的更妞 辞了五次之后 司马光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就勉强的接受 你看两个人像不像 就是能够有能力做大官 但是对升官的这种事情 如果是自己不称义的 不委屈自己 原则性很强 要不怎么干到一块了 一个妞 一个牛 就是声调不一样 其实都是又妞又牛的人 为什么 又妞和又牛的人 他就是原则性很强 不拿原则做交易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蓝 王安石已推行改革变法文明天下 司马光已反对改革变法居士注目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的交相辉印 不如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缘分 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就是他们如同是心有灵犀的双胞胎 在个性品行上 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那么 如此相似的两个人 在他们各自的人生舞台上 会不会上演如出一辙的故事呢 第三 生活非常简朴 不喜欢奢华 我们前面讲完是退休了 骑头驴 转来转去的 是不是 司马光呢 当然不至于骑头驴了 司马光 因为反对变法嘛 在朝廷里待着 觉得使不上劲 就请求到洛阳区做官 做了西京留守御史台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河南地区的 最高的监察部门的长官 他去了之后啊 为了 消解心中的不愉快 经常游山玩水 同时跟当地的一些 比较有名的一些长者 有学问的人 经常在一会儿举行小型的聚会 这个聚会有个名字叫帅真会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坦率的 很真诚的 朋友之间的聚会 水果不超过三种 上的菜不超过五种 至于酒就没有 凡是吃的喝的东西 以最简单的 容易弄到的为原则 以最方便为原则 就这么一个 非常朴素而简单的 帅真会 挺好的 定期呢 聚上这么一会 结果呢 文彦博 这是当时的一个宰相 到这儿来做河南地区的最高的行政长官 文彦博跟他这朋友一听 哟 听说你们有个帅真会 这是个俱乐部 我要就加入 司马光知道文彦博这个人啊 喜欢奢侈 官又做得大 喜欢排场 跟这个俱乐部的宗旨啊 是南辕北辙的 不惜收他加入 他想交会员费都不让他交 文彦博啊 有一天偷偷打听到 他们这俱乐部又开张了 正在聚会 带了一干人等 把做好的饭菜 上等的饭菜都带过去 做好的事 强行参加俱乐部 没办法呀 这哥们是又能吃又能喝 带着这帮人 整整喝了一个晚上 然后才散 后来事后啊 司马光就跟别人说 我就跟你们说了 不能让这个人进来参加聚会 这叫什么呢 这叫我们这个很雅的聚会 就被他给俗了 等于是被俗了 这说明什么呢 司马光这个人啊 是非常上简朴的 他不喜欢奖牌上 不喜欢这个 奢华 第四点 为人很谦逊 特别不喜欢讲牌上 司马光家里头啊 有个老仆人 他自己本人很本分 不张扬 这老仆人更不张扬 这个老仆人啊 几十年如一日的跟随他 就老叫他 君实秀才 因为司马光自君实 君实秀才 就跟我们等于现在说 老张 老王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结果呢 有一次啊 这仆人见了苏东坡 苏东坡就跟他开 说 那么老叫君实秀才啊 你们家老爷现在是宰相 得叫他君实相公 是不是 你这不懂得道理 这太老实了 他老实 你比他还老实 简直木头疙瘩 回去得改 哎 这仆人回去 就把这称谓改了 一见就说君实相公 还说 多亏苏大学士 教导我 马光就叹一口气说 哎 我们家好不容易这么好一仆人 教苏东坡给教坏了 啊 他不讲究这个 他家里头也不讲究这个 他自己做了宰相以后啊 经常在官员跟前 跟官员要打交道 有一次跟一个官员打交道的时候 这官员说话呀 说得有点急 啊 就是看上去 有点急躁 说话有点冲 旁边呢 有官员看不惯 说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宰相啊 你跟宰相能这么说话吗 司马皇一听 哎呦 诚狂诚恐说 天哪 这是皇上让我们坐在这位置上的 你怎么能拿自己都当回事呢 千万不能拿自己当回事啊 你今天这表现太让我失望了 我可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宰相 我只是为君王 为国家和为老百姓干点事而已 至于是不是宰相呢 这根本不是我关注的事 这一点跟王安石尤其相似 只重做事 不重官职 这是司马光 他还有第五个特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